大家好,今天是2月25日,星期四收市 恒生寺所在昨天因為印花稅的陰霾激動 市跌成千,3千五百億成交 今日隔夜美股做好 今日港股曾經升六百,後來升四百左右 不過升市只剩二千五百億成交 足足少了一千 跌市大成交,升市小成交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尤其是今天恒生指數 本來是威是小 收市失組的什麼位置呢 前頂位,1月份30159這個位置 是得而復失 其實研究來說,今天的反大相當脆弱 而且一定要留意我所說 舊經濟有得發為 今天升一些來訪 前幾日升賭股 再前幾日升資源股 再前幾日,或者這幾日都是升 匯控,金融股 但是科技股是完全跑輸 昨天大大力跌,今天很小力 甚至乎連彈都彈不到 恒生科技指數 已經準備穿雙頂頸線 所以記住 跌下來也好,反彈上去也好 不要去部署科技股 繼續留守在舊經濟那裡 看定點事,再去部署 再去部署 再次回到舊經濟